阻止人家听闻证法 因此不走路 差道 还得要有素式的善根 所以在座可不是普通人 是有来历的人 又详述六十位修正 我们在前面已经简单讲过了 三剑刺 干会地 十姓 十柱 十行 十回向 四加行 十地 等觉 妙觉 对呀 数目自信 写一下 三剑刺 就是三 干会地 就是一 十姓 就是十 十柱 是十 十行 是十 十回向 是十 四加行 暖定能 四地 就是四 四加行 就是四 四地 是十 等觉是一 妙觉是一 所以加起来 三加一 加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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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四 加十 加一 加一 心算得到 六十 六十 刚好六十位 修正 令行者 以菩提道上 之所 趋向 这个次地 讲得特别的清楚 翻开来 秩序第二页 最后 更 广开示 五阴 魔境 五阴 魔境 极其 破处之法 B 就是令 令于 菩提道上 能克服 魔怨 流乱 其实也没有 魔怨 也没有流乱 你只要有 凿 你只要凿向 魔怨 就现前 你只要有 早 就有人流难你 黄波 断记传师 讲了一句 很了不起的话 说 学道人 万法总不用邪 但邪 无所住 哎呀 真是一针见邪 邪道人 你一个真正修行人 万法总不用邪 邪来邪去 没什么好邪 邪什么 但邪 无所住 真了不起 一针见邪 就是邪这句 无所住 正因为众生 着相 着得太严重 所以需要 佛 祖师大德 一而再 再而三的强调 这个无所住 就掌握了 生命的 修行 关键 这一句 无所住 就是放下 放下 是通往 幸福的 唯一道路 你想要过得 幸福的日子吗 就是放下 你说简单 你说简单吗 大物的人很简单 就放下 没有物 就很难 这个放下 像要他的命一样的 所以 当我们今天 我告诉你 你今天 听经文法 听到的放下 这观念这么好 我告诉你 一句良心话 十年后 你还是 放不下 十年 再加 二十年 都不一定 三十年 很难说 这个就是功夫 这个就是功夫 所以 我们能碰到 正法 是大福得 大因缘 要好好的 克服 我们的习气 能克服 摸印 克服流难 所修 也满成就 由于 本经 有这些 稀有的特点 因此 历来 皆被修行者 奉为 必修的 无上 规念 规念 就是标准 但是因为 在台湾的法师 都用台语的 讲能言经 我在电视上 佛教的节目 看到几位长老 都用台语的 那么师父 以前 也讲过台语 那么在 雷一世 讲过一次国语 可是当时的 录音 技术 不怎么好 也没有录影 只有录音 所以变成 缺了很多 也因此 每次要讲经 我都跟 庄机 是小哥 再三的警惕 这个 任言经 是 没有办法 再讲第二次的 你要重视 这个录音 跟录影 生命没有第二次的 我今年55了 是因为被逼得 没有办法 每天电话来 吵到实在是 没办法 当然我们也有 发这个心 想要利益众生 因为这本 任言经 实在是太重要了 所以 我就是 要重新的 再用国语的 讲一遍 能够利益 全世界的华人 尤其是中国大陆 都是讲国语的 尤其是 对习船者而言 更是如此 再者 汉船服事中 汉船是对藏船 来讲的 我们在中国 有三大语系 一是藏语系 二是汉语系 第三是巴黎语 巴黎语大部分 在中国的南边 靠近 像缅甸 这个地方 就是中南半岛 泰国 缅甸 接近这个地方 都是巴黎语文的 巴黎语文的 所以 我们分三大语系 一 汉语系 二 藏语系 三大语系 三大语系 我们是汉语的 这叫汉船 佛式当中 深重 每日早课 都必诵 任言咒 像我们讲堂 也是 每天 必诵 任言咒 而且 而且 历代 在打 长期之前 传统上 都要先修 七日 到七七日 的 任言会 将来 我们也可以 找一年 来 开个 任言会 是不是 一处 一处 魔障 这个 嫩言咒的 威德利 是不可思议的 有个信徒 特别的感谢师父 说 威力法师 你这个 讲经说法的 威德利 太大了 他的一个 家属 去外面 写了个拔度 回去 拔不拔 结果 师父 讲任言经 他就写了 拔度排位 每次我们 讲任言经完 就回向 结果回去 就跌了好几个告 功德说到 over 说到over 你看这个 任言经的 功德这么大 就这样子 讲经完 就这样回向 威力有这么大 连亡灵都受益 是不是 超度有没有效 有效 但是不一定 要看他的根本业 这个动作 还是要做 是不是 任言会 以出 魔障 以下说 又 以本经中 显密 性向上的道理 经发挥 无疑 故是一部 在法门上 十分均衡 没有中派 偏移的 圆满法门 因此 本经是一部 非常难得的 无上大法宝 也因为 本经 具如此的重要性 所以 历来 筑节 任言经的 著作 非常丰富 不下二十种 还没有 全部统计 如果把所有的人 注解过任言经 集合起来 那个可是几十种 尽管都是 但很令人遗憾的是 就连在历代 大的著本中 也常抱怨 租著本 都有许多地方 并未交代清楚 我也有这种感慨 甚至有些地方 变成有如解经的死角 死角就是无解 解不开 几乎 是无法克服的障碍 历代 大德 住到这些地方 有时候是一笔带过 有时则含混言之 为什么 一笔带过 说不清楚 为什么会含混言之 因为自己也不懂 是不是 有时 就将严经文 复述一遍 乃次 干脆 立而不提 就是跳过去 也有 因此问题 总无法得到 令人满意的解决 本经之难解 当然 跟本经在义理上 本来就很深奥有关 不过 本经的译文 特别古牙 而且简练 有时 有时 也可以说是简列 跟崇祯 写着 在理解上的困难 所以告诉诸位 这个嫩言经 一理深 文字深 这本经 说实在话 没有大物 说不上来 而且 朱节 写的对错 没有办法 分辨 我有一个 至亲的人 妈妈往生的时候 来讲堂 说 哎呀 师父 你现在 在讲嫩言经 我说 是的 那你这个 朱节 用哪一本 我就跟他讲 我朱节 用这一本 用这一本 我讲经 说法 从 清静自信 流露出来 不受任何 语言影响 所以 我跟他讲 我讲经 说法 不受 语言文字的影响 一下 已经几分了 八点四十 好 那么就 佛陀说 可以休息一下 刚刚上去 曹操打电话给我 说还有一段 很精彩 忘记了讲 这个曹操 把这个剑 拿起来的时候 要自吻的时候 将军就压住他 说 春秋有大义 法不加一尊 那么曹操说 那么 这个 死罪是难免 那么 这个 经济还是要守 因此 他就把这个 拿起这个剑 把这个头发 削掉一半 削掉一半 以示斩首 然后就此落幕 以示斩首 曹操也懂得 表法的 所以 我上去喝个茶的时候 对了 后面这一节 为什么忘记呢 就把他补过来 第三页 第三行 本 一贯 作者 细在 观中 研读本经 以及 历代 著本的时候 发现 有此 一问题 存在 即发心 要 历清 这些问题 带领 大家 这些